哈喽大家好,我是美貌与智慧兵中的小楠 根据道教文献记载 胡仙是皈依修行的地仙 也就是在中国神话里能修炼成仙 并化为人形的狐狸精 擅长勾引好色的男人 玄宗记里有提到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 百岁为美女为神巫 能知千里外事 善古妹使人迷惑失智 千岁既以天通为天狐 最早期的狐狸精 是以祥瑞多变的正面形象出没 而古人以狐之图腾作为神明的崇拜 分别有涂山士、淳狐士、有树士等部族 他们部落里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以狐为图腾一族 然而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 狐狸精对夏朝的经历是有特别的贡献的 据悉在大禹治水时 由于他整天忙碌于工作 无心结交与办 所以这年轻有为的青年以赴事业为重的样子 变开